嗨,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了 这里是Sara画室,我是Sara 今天我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素描铅笔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我拿到的这一套 就是一个比较基础的素描套装 这个套装里面我们能看到的是一排铅笔 还有一些白颜色的小个个 然后这个有分别有两块橡皮 还有一个这个 那你拿到的时候会很奇怪 说铅笔干嘛要需要这么多支呢 而且为什么有的上面写的数字是2笔 有的时候是4笔 有的时候是8笔 那么如果还有更多的 你还会看见有H是吧 所以铅笔上面这些数字代表了什么呢 这些神秘的数字啊 其实呢这些数字代表的是铅笔的软硬程度 铅笔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B的,一部分是H的 所以介于它们中间的是H笔 大家能看到我手上点到的这一支呢 是2B的 看到了吗 这是一支2B的铅笔 还有4B的铅笔 6B的铅笔 8B的铅笔 好再往这边走是碳笔 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能看到数字越大的铅笔含碳量就越多 你画上去就更软 你哪怕用很少的力气能够画出很粗的线 那么相对来说2B呢就比8B的要轻很多 同样的力气你画出来的线会浅 这一支铅笔呢 这一支铅笔呢就叫做目测比例 说到这支铅笔呢我需要大家看一幅图来帮助大家理解 大家看到了这个图里面所需要拿到的这个铅笔 就是为什么商家在这个铅笔上加上的刻度 这样便于我们读出我们所需要认知的它的数量 然后能看见它的比例的不同 比如说它一个瓶子 那么我们要它的长度和宽度的比例呢 我可以先竖着比一下这个瓶子的高度 比如说它是8 那么横过来的时候我再比的时候 我就知道比如说我横过来这个宽度是4 那我就知道它的长度和宽度的比 长度是8宽度是4它就有1比2 我画在我的纸上的时候也要它是1比2 比如说我在纸上画的时候如果它是9 那我高度我就要是两个9 这样的话就能给我画出比较精准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三支呢 是不同尺寸的笔擦 是用宣纸做成的笔 这是我之前画的一幅画 大家能够看到这里呢会有一些明暗 这个shade呢就需要画的过程中 我要拿纸头稍微的揉一揉 把它揉出比较柔和的这个明暗 那这个笔擦呢起的作用就是 一个让这个明暗更柔和 在没有笔擦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都是用手指来实现 如果有笔擦你看它有不同的 不同大小的笔擦 这里是有三种啊 那么还有非常尖的尖 你可以控制好你想要揉的面积 这样的话能够更有利于 你把画面给控制好 不要把明暗给揉出去 或者揉到你不想要的地方 我现在手里面拿到的是 这个套商里面带的两块橡皮 这块粉红色的橡皮呢 我们这个套商里面把它称作 highlight eraser 它的优势是在于 它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边啊 那样如果我们 比如说画的一个物体 有一个需要擦出一个边缘的话 我们是可以用这个橡皮来实现的 这个橡皮呢叫做 clay eraser 我们把它叫做可塑橡皮 它是一个像橡皮泥一样的 这个橡皮的优势是 它不会像我们普通的白橡皮 或者这个highlight eraser一样 它会把它给完全擦掉 这个可以控制住力度 你可以轻轻的擦掉一部分明暗 比如说你这里我觉得太深了 我可以轻轻的把这个塑料纸包出之后 我可以轻轻的把我这个 多余的擦掉 擦掉一点点 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这是一只橡皮 这个橡皮很少见了 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橡皮不是这样的 反倒是我们 有一种化妆用的眉笔 爱用这个 这个啊 这个小小的小尾巴 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的这个 肯定大家都知道了 这是橡皮啊 你看可以可以轻易的就把这些擦掉了 可以擦掉一部分 那后面这个是纸 它把纸把橡皮给卷起来 当我们觉得前面不够长的需要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拽着这个小尾巴往后撕 然后它就会能够像这样撕掉一卷 或这个前面的尖端露出来的部分就会更长 我现在手里面拿到的是两只削好的铅笔 这一支是碳笔 这一支是普通铅笔 那么我们素描的铅笔尽量要把它削的长一点 这个尖的部分要留出来的长一点 这个的好处呢 是一个是我们画的时候方便 方便把这个尖呢 这个铅笔一定要保持锋利 如果你铅笔不锋利的话 当你画出来的这个线就不会那么 那么干净啊 很粗的笔尖就没有办法保证你的画面是干干净净的 清爽的这个线格子 那么碳笔呢 是它可以用非常轻的力度发出非常黑的明暗 这个明暗的度数 它越黑呢 就是它的明暗可以拉的越多 层次越丰富 所以这是碳笔 这是普通铅笔 这是它们两个的区别 最后提醒大家一点 我们削铅笔的时候 一定要削没有数字的那一端啊 这样才方便我们在画画的过程中 知道我们采用的铅笔是软铅笔还是硬铅笔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么视频的最后呢 我提醒大家关注一下 YouTube里面的Sara Art Studio频道 有更多精彩的视频 等着您发现哦